身體來看大盤的部分來到季縣這個地方 成交量萎縮 市場就等待後面的一個訊息的一個釐清 除了這個禮拜的全球央行聯合會之外 另外下個禮拜 NVIDIA的一個財報也是至關重要 不過NVIDIA的客戶財報其實都不錯 所以估計NVIDIA財報 應該也會有不錯的一個成績 這幾天的拉回可能會提供一次 AI個股上車的一個機會 因為美國國企長標現不好 也因為到了我們台北國企 今天日本中陳孫孫最紅的收盤 是落了1991點 有關上市的台灣國企 該報的我們九號分析師 王榮帥老師 請問大家 該報 老師你好 昨天這個美國四大指數 都是呈現拉回的情況 結束了連續幾天的一個上漲走勢 那美股的拉回 主要是反映了市場觀望 接下來在星期四 即將要舉行的全球央行聯會 特別是FED主席報在周五要談話 在此之前日本的央行主席也會發表 對於日本未來利率政策的一個走向看法 因此在市場比較觀望的情況之下 加上了部分的獲利的賣壓 這個湧出 所以導致美股昨天是呈現收益的狀況 那臺股的一個部分今天也跟著回跌 下跌的幅度在亞洲股市裡面算是偏多的 指數最後是下跌了192點 這個跌幅達到0.85% 但是相對於日韓股市來講的話 日韓股市今天是在平旁附近游走 小漲小跌 所以臺股的部分今天似乎 這個跌是有相對於比較大的一個情況 我認為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臺子期今天結算 所以外資在昨天還留有大量空攤的情況之下 今天的外資似乎有刻意壓低指數結算的一個味道 第二個的話則是在臺股的部分 這一波反彈上來 也有兩三千點的一個空間 指數來到季縣這個地方 成交量萎縮 在量縮的情況之下 指數推不上去 拉回做一個籌碼上面的換手 在量價上面來講的話 也是比較有利於未來的一個上漲 所以臺股的今天雖然是下跌 但是如果說美股沒有進一步走低的話 估計未來這幾天臺股的部分 應該也會慢慢的再次的 往這個季線來做挑戰 因為我們估計FED主席 可能他的一個談話 還是會以偏割派的言論為主 這個就有利於股市的一個表現 那今天的大型股的一個賣壓比較重 像台積電 鴻海以及廣達等等 都是今天法人調節的一個對象 目的當然就是壓低指數 但是在個股中小型股的一個部分 走勢就沒有那麼差 今天櫃買指數相對跌幅也比較輕一點 今天這個上市櫃也還有六七百檔的股票 是呈現收紅的狀況 其中一些中小型的AI的股票 比如說像光通訊 以及部分的一個設備股表現 依舊是相對的強勢 整體來看大盤的部分來到季線 這個地方成交量萎縮 市場就等待後面的一個訊息 的一個釐清 除了這個禮拜的全球央行聯合會之外 另外下個禮拜 NVIDIA的一個財報也是至關重要 不過NVIDIA的客戶財報其實都不錯 所以估計NVIDIA財報 應該也會有不錯的一個成績 這幾天的拉回 可能會提供一次AI個股上車的一個機會 以上分析